最后一道雷结 来了 不需要我们出手了 五行五戒雷结 陈锋必死无疑 陈锋 下辈子住一点吧 这是巨神摩押王的金盒 我求父皇这么久都不给 现在竟要将他赏给他 天文这家伙多次对皇室不敬 就算是大元第一人 也得臣服于大元皇室 陈锋 今日我必要挫挫你的锐气 陈锋 你又死了 我绝不毒服 据说突破五王的过程越难 突破后就越强大 我陈锋度节 就要度最难的节 再来 这点力道还不够 这 这种程度才对 日时 双影 阴阳流者 天地万物为我所用 突破五王最后一步 将五行星圆纳为己有 这就是隐含在盘龙印中的武魂 他离突破的五王境只差 最后一步了 再不阻止他 死的就是我们了 陈锋现在专注于突破 去偷袭 想靠近陈锋 先顾我们这关 你们怎么敢动我的人 五王境 难道是因为我们 不曾和陈锋双修过 我们的真元 已经和他产生共鸣 相互亲和了 我法师再也不敢与你做对了 饶了我们吧 不管你们是什么黑猴皇猴 敢伤我的人就为死 竟敢藐视皇室 这样的人不配合格父皇的赏赐 五王衣宠罢了 有什么可豪横的 死到临头还嘴硬 陈锋本应按照圣旨与你奖赏 但你对皇室不敬 我现在反悔了 皇兄 扇子违抗肤命不好吧 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你又是谁 什么圣旨 奖赏 我根本不稀罕你 我可是大皇子 未来大元的继承人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就是那个贪生怕死 整天躲在皇宫的大皇子 你懂什么 我是在幕后运筹帷幄 身为一国皇子 只会坐井观天 我重振无敌军 收复边疆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十天下石城 夺回战龙城 卫国建功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们整个皇室又在哪里 抓起来 把他给我抓起来 皇兄 承风是护国功臣 我们公开与他敌对不妥 还是遵照父皇圣旨吧 住嘴 今天承风不死 我就不是大皇子 怎么可能 大元皇家秘籍 瞬间被破解了 大皇子就这 气量十里多于鼠辈 还大元继承人呢 大元种吧 哥哥 是朝阳哥哥吗 紫月 终于找到你了 朝阳哥哥 我还以为 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紫月 胡说什么呢 自从你落入夏季后 我寻遍陆迈大陆 每一个角落 只求找到你 当然 哥哥也没有忘记 想毁灭你肉身的 那个混账报仇 紫月终于找到 他的家人了 是啊 终于帮他实现 这个愿望了 我也能松口气了 承风 这是我的哥哥 迎朝阳 我是承风 作为下界人 能照顾我妹妹之子 也算不错了 紫月 我们现在就起程 回东方 哥哥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 承风对我有恩 我要帮承风 实现他的怨务 紫月 你能有这番心意 我已经很感激了 紫月 就算你想留下 陈公子也不一定这么想 你说是 陈公子 这硬是什么异宝 承风在他的加持下 竟然能与我抗衡 我尊重紫月的想法 况且 你今日就算将紫月 带回去 也未必能重塑 他的肉身 我赢家无所不有 重塑肉身的方法 更是千千万 你根本不懂 紫月长期寄宿 在我的神石中 还经由我的真元 得到了进化 已经和我有了 深层连接 那又如何 即使你为紫月 塑造了原本的肉身 也会和他 现在的灵体相斥 只有与紫月 紧密相连的我 才能为他塑造 新的肉身 胡说八道 今天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会带紫月走 这是宣元家的力量 尘封究竟是什么人 赢 赢家 赢家公子 这盘龙印爆发出的力量 竟有师父的招式 有几番相似 赢家公子 如果你再敢纠缠 你可能没法 活着回到赢家 还有这等高燃 流于印重 陈锋 我确实不能为 现在的紫月塑造肉身 但我会去找 其他办法的 尽管去找吧 只希望赢家公子 认清事实后 别哭丧地领回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